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23 众所周知啊最近的周琦啊新赛季的去向问题呢备受关注 因为我们很清楚啊周琦呢在国内或说在NBL的联赛界边呢都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巨型 所以他的一个去向呢将决定整个联赛的一个精彩度也将决定他所在球队是否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大家也都想知道呢周琦的一些最新去向问题 而就在最近呢随着中国呢呢这边的一个作战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周琦的更新的社交平台也交代了他接下来的一些最新去向问题 所以下来和大家呢具体的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周琦的熊咪看到这条视频谢谢大家 就在最近的凌晨三点那么在中国男人这边集体出发回国之后 我们也看到那么周琦在抵达我们国内之后呢 也更新了他的一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字 那么这个语气词呢定位的一个位置呢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所以其实从周琦交代了一个最新去向动态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目前他已经是正式抵达国内 并且的话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在成都这边进行隔离 在隔离结束之后呢后续再安排自己的一些相关工作 那么很多球迷在看到周琦平安回国之后也都在评论区当中呢留言 希望他注意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开心看到周琦呢终于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家来的确实是个很开心的消息 因为我们很清楚在此前亚洲杯的前夕呢周琦曾经备受病毒的困扰甚至一度呢晕倒在澳大利亚的机场 让很多球迷是操心不已那么可以说这一次的一个国家队的旅程的很多球迷也担心周琦和他的队友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意外发生 还好现在呢亚洲杯和细域赛的真诚全部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周琦呢还算是平安回国了 那么对所有喜欢他的球迷而言呢应该能够暂时安下心来 那么后续接下来的一系列安排呢就是看一下周琦怎么样和新疆队这边谈判 又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和安排下个赛季有可能要去到哪个球队打球了 所以目前呢在看到周琦已经平安回国之后呢 那么其实对他所在的母队新疆男来而言呢也可以说是等到了他的好消息 接下来对新疆男来还是周琦而言呢既然说双方已经回到国内 那么接下来在等到隔离结束之后的话双方就能够很好的进行谈判 来看一下周琦下个赛季是否要留在新疆队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新疆队已经给周琦呢进行了预注册 只要周琦同意的话下个赛季呢新疆队就能够直接和周琦达成合作 继续呢在联赛开启新的真诚 不过呢考虑到此前周琦和新疆队这边闹的整体是确实比较难看 所以外界普遍在分析呢周琦回归新疆队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所以接下来也不排除周琦啊有可能说会延续上个赛季的一个安排 继续留在国外去打球 而且我们知道呢上个赛季周琦在澳洲联赛这边打出他的风格以及能力之后的话 那么到了本赛季呢实际上在赛季开始之前媒体已经多次报道 NBL了联赛的凤凰队已经多次向周琦发出邀约 所以实际上对周琦而言呢他其实不会面临着无球可打的一个局面 现在可能只是在考虑到底要去向哪个联赛哪一个球队而已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不妨期待着后续那些进展情况 那么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很快就要到来 毕竟呢南南那个比赛已经结束 接下来对周琦的团队而言呢就能够全身全身心为后续的一个转会呢做好 进展的一个交接工作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